各位弟兄前面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哥罗西书二章的九汉十节 题目是基督的丰盛 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保罗在这里讲到神本性的丰盛 我想很多人也想要知道 什么是神的丰盛 特别是看我们此类解经书的人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神的丰盛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因为保罗并没有将 他所指的神的丰盛是什么样子 给写出来 我们只能从整本圣经的经义当中 拿出像是公义 慈爱 怜悯 权柄和能力 这些都是神的本性 而这些属神本性的性质 都不是只有一点点 也不是一半一半 也不是几乎都是 但还参与一点其他的 而是满满的 括号经文当中原字是fulness 神在他一切的本性上都是满满的 保罗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那是在说基督乃是神的彰显 因为神是个灵 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体会神的本质呢 答案是 我们可以经由基督来认识神 要能够这样做 基督必须要能够充分的代表神 保罗的话告诉我们 基督是可以代表神的 神所有的丰盛 所有的公义 怜悯 慈爱 权柄和能力的性质 在神是充充分分的 同样的也是充充分分的在基督里的 而我们所说的神儿子和说法 是人的说法 因为人才有父亲来生儿子 来延续生命的方法 神是永活的神 不需要有父有子 子再生孙的方式来延续生命 那么神儿子的说法 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基督是被生的 然而基督的被生 并不是基督生命的开始 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基督乃是神的儿子 是在永恒里生的 而耶稣基督被玛利亚所生 是他在地上救赎工作的开始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儿子的意思并非是 向人有生命的更迭 而是神位格的延伸 神的儿子便是神 是与神同等的 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也写着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规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这就是基督 是与神同职 同等的显现 那保罗接下去又说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看上去是和前一节一样 也是有了丰盛 只是并不是一切的丰盛 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神同职同等呢 这个答案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这是中文翻译中采用了丰盛 和合本是这样翻的 而且在有标准本的翻译是 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满足 他是一切统治者和掌权者的元首 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是完全的 是满足的 如果一定要用这个 丰盛这个词也可以 但是我们的丰盛和基督那种 一切的丰盛 都在他里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是可以在基督里面 转化成与神同职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与神同等 这是一个止与量并有的问题 受造之物虽然是被充满的 但是不可能和源头相等 就算是人里面最丰盛 拥有最多的 比如说是统治者和掌权者 他们所有的权柄 也都还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 基督是地上一切执政掌权者 也是天上和地下 与海里面的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这就包括天使和其他大有权者 都要向他下拜 而且不是以后才是 而是已经就是 是在天地还没有被创造出来时 就是 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丰盛的 在他的里面有神一切的丰盛 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 也是类似于神的生命 是可以永远活着 不必再死的生命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